洛杉矶乔务荣誉职人员新春座谈会在华侨文教中心举行 除了颁发新聘乔务荣誉职人员证书 以及去年双十国庆活动有工人员奖状 宫中成处长及简许帮主任也在现场听取侨情 在洛杉矶乔教中心举行的乔务荣誉职人员新春座谈会 驻洛杉矶办事处处长宫中成 首先向出席的乔礼表达感谢 同时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建国百年庆祝活动 因为我想我们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能够度过第一个一百年 这绝对是一个意义非常重大 因为它所代表的这些价值跟内涵 绝对可以让我们其他华人的国家跟地区 作为一个非常好非常有价值的参考 洛杉中心主任简许帮提醒大家 避免参加中国大陆高政治性的活动 以免成为大陆政府的统战样板 副主任邱长生也向大家解释 荣誉职人员的种类以及联聘的条件 我们乔务荣誉职共有四类 这个乔务咨询委员 乔务委员 乔务顾问 与乔务促进委员 我们最主要令营的条件就是对于我们乔务有这个服务 牺牲的一个热忱 公中城处长肯定荣誉职人员的努力 并颁发聘书给五位乔务咨询委员 以及24位乔务促进委员 多位资深乔励也针对乔教建国百年活动 外交主权的提出敬言 气氛热烈又温馨 台湾宏观电视张琼文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道